距離比賽剩下10天的時間 今天是我休息了連續三天之後的第一次訓練 我做了Squad 心樽和 Deadlift 這兩個都是我比較有信心的兩個項目 大家看這個預賽的成績大家都知道這兩個是比較好的 就不會像Bench Press 就會比較失去少少信心 不過我盡量都會克服這個恐懼去挑戰自己 首先一開始做了兩式的Warm Up 60K和100K 基本上都是給關節動一下讓它熱一下 或者做的次數就不太多 因為我發現原來做了太多次數 在 Powerlifting 裡面會比較用太多的力量去做 雖然會令到骨和筋比較Warm Up 但是會浪費了很多力量 但是其實可能會得不償失 所以會用其他東西去代替Warm Up 例如Form Rowing 或者Liar Gun 所以說這麼快我就會去到160K 160K又是上次預賽的最高成績 其實我上次是想去到165K 但是來豪我第二次的試舉失敗 所以就唯有第三舉就是160K 其實可以加的 不過我怕第三舉都失敗了 那就不會太好 好 接著 去到大家看到這個 就是170K的心樽 我的最高紀錄呢 以前是165K 而不是每次都可以 那這次165K 我都上線做得挺成功的 試一下170K 因為休息完 這個狀態應該會比較好 好 舉起都沒什麼問題 接著就開始心樽下去了 但是第一次這個 我就嫌自己做得不夠低 即是說明心樽 你樽不夠低的時候 評判是不會給你過的 即是會舉紅旗 或是 事件你不夠低 就會 不算那一次的成績 所以呢 我就決定做多一次 挑戰這個紀錄 我都很意外地自己都 有這樣的力 去連續做兩次的 創舉 挑戰自己的個人紀錄 第二次是成功的 即是有心樽的 深度 接著就嘗試挑戰175公斤 但當舉完 170的時候 我便發覺自己 集中力和體力都迅速下降 所以搞到 這個175公斤是 失敗了 上不回去 大家注意一件事就是 你最好 你最好 認識兩件事 第一 你要找個安全帽 即是這裡沒有的 即是會 如果scot rack 就會有 下面的東西 特別長出來 等你摔下去的時候 它會扔著你的 barbell 第二 你要學會 像我這樣 向前 清 然後把barbell 向後 扔 那你個人 不會摘到 同時也放手 這樣就不要 和barbell 一起摔到地上 這樣會很容易受傷 一個前一個後 大家就不會有碰撞 好 接著呢 現在輪到 去做 Deadleaf的時候 Deadleaf我連60k都沒有做 直接做100k 因為我做完Squad之後 我都已經Warmwork了 然後直接上去 三餅 140k 基本上 一二三餅對我來說 都沒有什麼難度 甚至 我是 未試過 好像今天 這麼好狀態 由三餅就直接跳下去 四餅 平時我都是三餅三餅半 然後才是四餅 而四餅 也都是沒有難度 唯一可以挑剔的 背部的背部比較 有少許彎曲 不過我都可以接受 接著 做我的個人紀錄 185k 185k之前試過 405k 我試過 我放了Youtube 很輕鬆 很輕鬆 就做得到 接著 現在就挑戰我個人紀錄 190kg 的硬舉 香港紀錄 最重 就是210公斤 相比起 這5公斤 是比較難些 去提升 大家看看做不做得到 都是沒有問題的 都 OK 純上可以做到的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訓練的片段 我們很快就 會有其他精彩的片段送給大家 拜拜